我們前面在設定routing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一些view的使用 那到底我們return的這個view 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看到一開始 Level幫我們設定的 這個Welcome的routing設定 那你會看到它這邊return一個view 那這個view其實它是一個function 這是一個function code 那這個function code裡面傳了一個參數 我們給Welcome 那它就會從view裡面 去找到welcome的這個檔案拿出來印 那這個welcomeview的檔案 它的路徑它這個檔案放在哪裡呢 它放在我們的專案的資料夾裡面的 resources的views底下的 welcome.blade.php 那其實我們的view的檔案 都放在這個resources的views 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呢 像我們的這個view的檔案 雖然那麼長 welcome.blade.php 但是呢我們在call這個view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省略掉這個blade.php 我們直接寫welcome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有時候呢我們的view裡面 會做更多的其他的資料夾的分類 像比如說我們這邊多了一個user的資料夾對不對 裡面呢有其他的view的檔案 那我們在程式裡面怎麼呼叫呢 我們可以寫成像這樣子 我們可以用像user.login 這個點呢就代表一層資料夾的意思 所以呢我們用這個function codeview 後面接user.login 就是他去這個view的資料夾裡面 找到user的資料夾 裡面的login.blade.php 所以呢我們的路徑 就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呈現 好我們知道這個路徑的系統之後呢 我們再來研究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我們的view 去call這個welcome的view進來的時候 欸你又看到我們的檔案 它叫welcome.blade.php 好點php我們知道嘛 它就是php的檔案 欸那這個點blade是什麼東西呢 好這個blade啊其實它是larible 它自己制定的一個template的系統 好template系統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template的系統呢 沒關係讓我們先從php開始說起 其實呢最開始的php非常單純喔 它就是在html裡面加一些程式 讓我們的網頁呢不只有外觀 還有一些功能可以使用 所以呢我們在寫一些html的時候呢 偶爾會執行一些php 然後最後就全部滾在一起了 就長得像這樣 那這個呢我們會叫它spaghetti code 就是義大利麵的程式嘛 也就是像義大利麵一樣 就是你做菜的時候 一坨東西全部混在一起 好拿去組 好這個就是spaghetti code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寫得越複雜 功能越多 code就越來越可怕 你看像這邊一下連結我們的資料庫啊 好一下做我們的while loop啊 好還有寫function 然後在這中間呢 你還要照顧好我們的html它的架構 好一下h1啊一下table啊 table裡面有trtd 還有什麼span 這些東西你們都要照顧好 哇 是不是超恐怖的 好那我們lariable這樣的框架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好就是要把剛剛那個spaghetti code 把它拆開來變得很乾淨 好連結資料庫呢是連結資料庫 好那印畫面呢是印畫面 好你看一下code就乾乾淨淨不會混在一起 對不對 好那這個呢就是在framework裡面分工合作的好處 欸可是你就會問說老師啊 嗯 framework它可以分工合作當然很好對不對 好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另外設計一個blade的系統 我們幹嘛不直接用php來做呢 欸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齁 好主要呢是因為blade它其實是一個template的系統 好就是它是專門拿來做我們的layout的 好拿來做我們html的架構 好所以當它在做html架構的時候呢 會變得很清楚而且很方便 好就很像一個模具啊 你中間挖幾個洞給它 好讓我們之後呢就可以填寫 我們之後要呈現的真實的資料 好那我們平常php會做的事情呢 blade它都有取代的方案 好像是我們要印一些變數啊 或者是用if else做判斷 好甚至呢你要做for loop等等 好這些呢都跟原本php的寫法 差不多我們基本上呢不太需要重新去學習 好那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好剛剛我們看完blade的一個生態 好那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恐怖的原生php 好如果你真的有認真寫過php的code的話 你應該會非常有感覺齁 這就是原生的php寫起來的樣子 好所以呢我們還是來學一下blade吧 好嗎 好嗎